我家楼下有一个711 基本解决了我的日常需求 我甚至会按照它的库存情况 来调整我的生活方式 比如我以前喜欢吃光油粉丝 那里不卖我就改吃何味道杯面了 从来没有喝过抗疲劳的夕阳生饮料 711放在显著位置 我就认为很有必要滋补一下 711叫便利店 给人一种很便宜的感觉 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 他绝对是北京最贵的商店 虽然我很少在那消费超过100 但也不长低于50 如果你像我一样一天去上三次 真的是在为他打工 坊间很流行一种叫智商税的说法 意思是说智商低的人常常花冤枉钱 比如长腹肌的腰带 又比如71115块钱看似还可以的合饭 结账的时候才发现是一个才15块钱 高智商的人按理说一看位置方便 干净热情24小时开门 20平米的店请了4个员工的711 就知道这点便宜不了 有的时候智商税 其实是一种贫穷税 用人人都需要的厕纸举个例子 穷人一般是快用完了才去买 因为他们手头紧 一般只能在走路可达的便利店 或者小卖部 买最小包装的一款 这些厕纸单层粗糙 有时候还能看到没有完全退去的纸浆 浅半身原来是环球时报 中产阶级的家庭会开车去会员店 减打折的时候 一次买最好品牌半年的厕纸 这些厕纸柔软三层 印着可爱的卡通图案 最重要的是 它不是胡老师专栏的再生版 而且算下来 每一卷厕纸的价格 要比穷人买的便宜不少 但要做到这些 你得有车 有会员店资格 家里有地方储存 还得对砸几百块钱 在厕纸存量这件事情上 没有任何经济压力 对于住在宿舍里的打工人群来说 这是不现实的 可能你觉得这个例子微不足道 但是忍者认为他支持了一个经济学家 早就明白的观点 穷人的生活特别贵 而且不是一点点 当你把一瓶750毫升的香波 拆成75小包 卖给穷人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们支付着你我好几倍的价格 有钱人不仅可以通过批量购买降低生活成本 他们消费更高质量的商品 长期也节省了更多修理 更替甚至是医疗的开支 在投资教育和就业上面 他们也有钱聘请更专业的人士指导 避免花很多冤枉钱 所以当我们笑话 某人买了好几百块一瓶的 据说能抗癌的超级橄榄油 回家炒菜的时候 这种智商税未必不是一种他还在偿还的过去的贫穷税 聊这些 一部分原因是希望社会能善意的理解和帮助还在交智商税的人 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双十一快到了 中产阶级对囤积厕纸和洗衣粉有一种天然敏锐的直觉 打折买来的东西可以让我们开心弄到下一个双十一 买股票其实是一样的 不是穷人在买厕纸 你完全可以不买 也不用买一点然后嘀咕是不是买的不值 为什么不等打折的时候一次多买一点呢 感谢收看忍者ATM每周一推送一条理财短视频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给我们点赞 如果能推荐给对投资理财有兴趣的朋友们那就更好了